HELLO 大家好 今天要上完好多新品了 你們現在在做什麼呢 HELLO 我們今天送的獎品非常非常的厲害 送我身上的鴿子披肩 大家都非常非常想要 這個我就是披出去很多路人問我 還有一些比如說長輩啊 都會問他們都很喜歡這種披肩 趕快在留言分享 然後跟大家分享一下妞妞現在的心情好了 妞妞其實眼睛一直很不舒服 大家有沒有發現 第一個我的眼睛很紅 第二個是我的隱形眼鏡 它沒辦法跟眼球一起走動 你們有這樣的經驗嗎 因為可能眼睛太乾了 太長期戴隱形眼鏡 但是不可能戴眼鏡跟你們直播啦 所以妞妞還是硬戴了隱形眼鏡 對啊就是我昨天晚上就是隱形眼鏡 眼鏡在左邊眼球已經跑到右邊了 呵呵 耳環是我的失誤啦 好喔 所以現在眼睛非常非常乾 等一下可能要再戴會 鬆鬆的眼鏡了 對啊 剛剛本來想說戴眼鏡跟你們直播 可是覺得好不敬業喔 算了算了 我就還是戴上隱形眼鏡 但是其實眼睛真的很不舒服 你們有這樣的經驗嗎 就是隱形眼鏡 沒有辦法跟眼球在同一個位置 點眼藥水都沒有用 趕快按讚喔 因為今天我跟大家講 今天的新品好像有15到16、17款很多喔 然後妞妞今天比較早直播 就希望都可以介紹完 總共17款 好非常非常多 好然後呢 都是很好看的毛衣 然後還有下半身喔 所以大家一定要認真的聽 好喔 然後這個 我跟你講這個真的是重工來著 它的面料非常非常的好喔 非常柔軟 然後很保暖 而且它還有另外一個顏色很可愛喔 我們今天會送兩件 它單價比較高喔 所以今天就只送兩件喔 就是有灰跟這個咖啡色 我兩個顏色都買了 因為披起來顏色很不一樣喔 戴眼鏡看看 我跟你講戴眼鏡超像書生的 我不敢啦 我覺得好醜喔 今天妞妞早上來公司就是戴眼鏡 大家都傻眼 想說我怎麼了 我從來 其實我自己很少拿出眼鏡喔 因為 我就是在家也想要美美的 我就是沒有辦法在家戴眼鏡 所以我的眼鏡真的是 眼鏡不舒服的時候才拿出來 等一下我就要再換回眼鏡了 好那妞妞要開始介紹今天的東西 剛剛有講今天有16、17個新款 你忘了 好那首先先從我身上的開始囉 這是一件非常百搭 不論裡面是穿素的毛衣 還是洋裝 通通皆可駕馭 而且有沒有發現 它有一個手袖 很多披肩它沒有手袖會掉 那為什麼我特別喜歡選有手袖 因為妞妞要抱小朋友啊 要提買的東西啊 一大二有的沒有的 所以我不喜歡那種直接的披肩啦 我覺得這樣比較實用 就是我要做任何事情 它都不會掉下來 那再來呢 其實這個格子啊 大家應該知道 它非常非常的耐看 跟有質感喔 然後長度我覺得也很剛好 然後剛剛有講你穿素面的 或是穿洋裝這樣一披就好了 非常非常方便 它就是有點像圍巾式的皮肩 好不好看呢 這個就是今天要送給大家的喔 它可以當圍巾嗎 它是皮肩 它不是圍巾了 就是因為它 手已經卡住了 所以你想要當 你想要當圍巾的話 你手就要伸出來 就把這兩個手袖伸出來 它就可以搭一個大的圍巾 這樣子的感覺 但是手袖你可能自己要藏一下了 就是自己藏起來 因為它有兩個袖子 如果你想當圍巾可以 你可能就把袖子包到裡面 然後這樣子 冬天就是可以自己當圍巾 非常非常好看 今天就是要送大家兩個 而且非常有質感 再來它是有份量的 它不是薄的喔 我跟你講這樣也很好看 圍巾其實有蠻多綁法 到時候大家可以去網路上 Google一下其實蠻多的 你看它的厚重感 它不是薄的喔 告訴大家很好看 所以今天會送這個給大家 好那我要來介紹另外一個顏色 好另外一個顏色超有FU的 好另外一個顏色超有FU的喔 來它是 這個啊有沒有很像一個什麼XX品牌 好那我們不說品牌 它就是呢格紋啦 有點就是格紋的感覺 有沒有很高貴耶這個顏色 你之後可以搭上西上靴 短褲都非常非常的好看 而且呢 妞妞其實賣的很便宜 剛剛有講它是有份量的 它是厚的喔 它是厚的 所以呢非常非常的保暖 今天妞妞就要送這兩個 每一個人都可以駕馭 不會分尺碼 S到XL通通可以 穿 好不好很好看 那剛剛有人問說 欸我想當圍巾可以 那你就把袖子拉掉 然後呢稍微把手袖子藏起來一些下 好然後這樣子圍著 可能手袖你自己想辦法藏起來 冬天的時候非常非常有用 你想要穿著圍著都可以 是一個很棒很棒的皮肩喔 好那我們今天就會送大家就是 大家一定要記得就是要來 趕快分享給你的好朋友 我們今天就會送這個 你看我把它折折給你們看 你們就知道它是有厚度的 它不是那種薄薄爛爛的東西喔 非常非常實用百搭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 再來呢我還要再介紹一款 也是圍巾 好那是什麼呢 是我們每一年都一定會賣的 毛毛披肩 這個啊一早上架全部被搶光了 因為去年其實很多人沒有買到 它一樣是有手袖 然後呢 這個是就是滾毛的 然後很有質感 一樣是有做袖子給大家 因為喜歡方便穿搭 再來呢 它這邊有一個按扣 就是你想要把它扣起來的話 可以把整個毛扣起來 它就是這樣子 好 那如果不扣的話打開 就像妞妞剛剛這樣子 這個一定要賢強 這個已經跳預購了 太可怕了 大家就非常喜歡這種東西 這個呢有四個顏色喔 四個顏色 這個去年就賣光了 然後到最後其實寂寞的時候很多人沒有買到 這個可可色超美的 好妞妞要來跟大家分享其他顏色喔 今年呢有一個新的顏色叫做紅色 去年我們沒有賣喔 然後這四色都非常大獲好評 因為早上一早上架全被搶光 現在才中午而已 我覺得你們太可怕 這是今年的顏色 然後現在很多人在準備紅色的東西 可能聖誕節阿 尾牙阿 過年阿 所以紅色是今年的新色喔 如果你搭配就是 呃長褲阿 像我這種和聲的長褲或是短褲 都可以 裡面就是素素的背心針織 通通都可以駕馭 那如果你是穿洋裝的話 你可以這樣子把它當小性感披肩 我覺得紅色非常適合接下來的尾牙局 或是聖誕局 褲子我等一下會介紹也是新品喔 好 然後再來披肩 披肩我速速披給大家看 因為太多顏色了 再來呢就是妞妞很喜歡的這個顏色 所有裡面呢 該買什麼色其實我也不知道 因為每個顏色都太好看 大家自己選囉 好不好 欸 妞妞批反了 好 來 我們來看看性色 它這邊有袖子有沒有 然後你把手伸進去就好 來 好 四個顏色都非常非常的可愛 來看一下 好 這個就是比較 白色就是屬於比較貴氣一點點 很美喔 這個就是擦長度接殼 然後又不挑人 然後任何的衣服長盒 冬天開始你一定要有一條這種毛毛的皮肩 好不好 這個是性色喔 然後再來呢 還有最華麗最華麗的黑色囉 最華麗最華麗的黑色囉 怎麼老是拿反邊 好 沒錯 再來就是大家最喜歡的黑色囉 黑色 黑色就是走華麗 然後質感 高貴的感覺 四個顏色 很適合我喔 我冬天超多毛毛 我非常喜歡毛毛 然後剛剛有講一樣喔 它是有披肩手袖的概念 因為這種比較不會掉下來 有時候你拿一些網驗包啊 然後它圍巾會一直掉 那來提醒後面進來的粉絲 它有按扣喔 所以你想要整個弄起來的話 你就把它扣起來 非常非常好看喔 你看裡面就隨便加一牛仔褲 或是你隨便一個背心 只要披上這個 你就很有心了 不需要特別的打扮 好 然後接下來呢 我就跟大家講喔 我身上裡面穿的是什麼擺搭上衣呢 這一次是幫大家出了第二款 新款的擺搭上衣 它是粗坑條的 看到了嗎 它是粗坑條的 然後一樣彈度百分之一萬 再來這一次有做前短後長 粗坑條的喔 然後V0 每個人都可以駕馭 這個喔 幾乎現在每天都穿著它 因為所有的披肩圍巾 毛衣 外搭 外套 全部穿它就可以了 而且它有一點點刷毛 是冬天的面料喔 非常非常好看 會掉毛嗎 毛毛毛毛巾一定會掉毛 百分之一百 但是下水過後會改善很多 因為畢竟它是人工毛上去織的 不可能一根毛都不掉喔 所以如果你有鼻子過敏 或是你不喜歡掉毛 黏毛的東西就不要買 但是呢 不管是在我們家 百貨專櫃 所有的毛都會掉毛 好喔 來來來 這衣服非常非常實用 而且它還蓋屁股喔 有沒有看到它蓋屁股 那它有什麼顏色呢 我要把白色先脫下來了唷 好 它呢 就是我幫大家選擇 其實沒有給你們太多的選擇喔 就是黑白灰 好 非常無聊的黑白灰 因為呢 既然是百搭 我們就不要太複雜 百搭上衣 這個是黑色 全黑的 全黑的也非常好看 因為它一樣可以看得到粗坑條 有沒有看到 有毛毛的 前轉後長穿起來 非常非常的顯瘦 這個是黑色 然後它一樣可以拉斜肩一字領 但是這一件我覺得冬天 穿正常這個小V領 就非常非常好看囉 好喔 再來呢 再來還有一個質感灰 質感灰呢 欸欸欸 我的飛色去哪裡了 等等我喔 我的衣服瞬間消失 好 欸真的瞬間消失欸 等一下喔 等我找到灰 我再告訴大家 好 原來是掉到地上的 呵 想著我的灰怎麼瞬間消失 好 再來這個灰 你們一定會喜歡 它太有質感了 這一次的灰是有點鐵灰色喔 鐵灰色 很秋冬的鐵灰 跟一般的灰不一樣 鐵灰色 欸後面進來按讚留言 我們今天送的是這個格紋上衣喔 可能一進來的人 不知道在幹嘛 到底妞妞今天要送什麼 我今天是要送這個披肩啦 好 你要披它的時候 稍微找一下哪一邊是上面還是下面 今天要送這個啦 趕快按讚留言分享 告訴你的好朋友 今天要送這個 非常時尚時髦的披肩 每個人都可以搭 千萬不要覺得說 啊我不會穿 我不是穿這種衣服的人 每個人都一定要 衣櫃一定要有 好那 這個上衣質感灰 我覺得很適合大家 然後一樣千斷後長 非常非常的 好看喔 這個灰很漂亮 好喔 風衣已經預訂了喔 預購了喔 都要等喔 賣場上面都有寫大約的出貨日期 你們可以再上去看 好 有沒有很美 那我要脫下它了 這是第二款 我覺得超百搭的 骨格羅紋上衣 好 再來呢 要推出一款 這是去年就一直也是賣得非常好 今年呢 妞妞繼續賣喔 這件有沒有 去年有買過的人 有沒有印象 去年這一件大賣 它是一件現在可以穿的 針織毛衣 但是它沒有帶很多毛啦 所以現在就可以穿了 它就是 博紋有這個造型 手袖呢 這個拉鍊是可以打開的 這件賣超好 去年也就賣很好 今年有幫大家新增 新的顏色叫咖啡色 這拉鍊可以打開喔 可是你在穿 還沒穿的時候 拉比較好拉 有沒有很好看 它就是一個很簡單 你就是穿一個靴子 短褲長褲都可以 然後會不會勒薄 完全不會 來它很大的空間喔 這個一定要買啦 這個去年賣到今年 怎麼能不買 代表好穿好 賣得很好 好這個是黑色 黑色超美的 黑色超美的 那今天就剛剛有說 今年呢 有幫大家做了一個新的顏色 來 今年有幫大家做了一個新的顏色 就是 廠商做了一個新的咖啡色 好咖啡色我個人超喜歡的 因為穿起來很有很有質感 來咖啡色 這是今年的新色 去年好像是黑色跟綠色嘛 今年多 你看我的隱形眼鏡 沒辦法跟我的眼睛同步欸 你看 我的隱形眼鏡在旁邊 油不上去 好 好然後幾碗畫 有沒有很好看 超美的咖啡色 你就是 冬天可以穿皮褲啊 皮短褲 皮長褲 或是黑色牛仔褲 藍色長褲 都非常非常好看 想把眼睛折起來 怎麼辦 好 有沒有很厲害 而且它質感非常好 我妞妞自己也是買了 咖啡色跟 我買了什麼 我買了什麼 我買了咖啡色跟 放棄另外一個什麼顏色 最近我自己也買好多衣服 那接下來呢 要介紹這個綠呢 絕對是 又讓你們更難抉擇了 好來 接下來這個綠 讓你們更難抉擇 這個綠是非常有質感的 均綠 它呢 算是正中均綠 趕快按讚留言分享 後面進來的人 可能不知道 我們現在要送什麼 你分享留言就對了 等一下我會再批一次皮肩 絕對不會失望 送你的皮肩 你絕對不會失望 因為它單價非常 我覺得單價算不低 但是很有質感 又有份量 直接送給你 有沒有 這個綠就是正中均綠 好 很難選吧 我不幫你們選人 因為今天太多新品了 我也沒辦法 好 接下來呢 來點 其他不一樣的商品 好不 好 接下來呢 還是要繼續介紹 今天呢 你們自己決定 你們要買什麼 因為今天太多好看的 很多一上架就是搶 這個伊智玲也是新的 好 這次這個咖啡是很漂亮 它其實就是一個大圓領 然後你想露一點可以拉下來 不想露的人就把它往上 然後你可以呈現寬領的感覺 那妞妞個人還是喜歡伊智玲 它呢 彈性超好 有沒有 你看 它延展度有多大 它是毛料的毛衣 正中毛衣 所以是保暖的喔 然後這一款本來手袖就比較長 如果你不喜歡這一種 你可以把它摺起來 它第一個它還有一個造型 第二個 就不會那麼長啦 有沒有 摺起來就好了 這個顏色超有質感 完了完了 今天要把你們炸乾了 是不是 加油金魚 這個伊智玲超美的 而且有沒有發現 我冬天出的衣服都不用扎了 你看喔 就算放出來也很耀心喔 放出來也非常非常耀心 好 這個咖啡色非常有質感 它有點像咖啡色 就是我們在喝咖啡的那個咖啡色 很特別喔 有沒有 想要格子皮肩 加油加油 我超大方的 因為謝謝你們 就那麼常來收看我的直播 每天都一直吵大家 一定要看喔 按讚留言分享 送的格紋 格紋披肩 一定要 希望你們可以抽到 好 然後這個咖啡色呢 還有一個 也很難抉擇的顏色 叫做黑色 你們應該想把我殺了吧 因為這兩個 感覺是 可以包色的顏色 黑色穿起來 非常時尚 怎麼辦 登登 有沒有 黑色 咖啡色 到底要買什麼顏色啦 我們家衣服為什麼這種美啊 應該是說 謝謝大家喜歡 妞妞選的東西 跟妞妞設計的東西 真的 真的非常謝謝大家啦 你看 怎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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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到底什麼顏色好看 它的延展性真的很大 然後再給大家看一次材質 它是會保暖的針織喔 不是騙人的 一分錢一分貨 妞妞的版型都很挺很好看 然後這個肉肉的人也可以穿 都可以駕馭的喔 披肩太好看了 沒錯 來後面進來的 我們今天是送這個披肩 我等一下會再披一次給大家看 因為我現在穿太滑了 它是這個格紋披肩喔 而且它是有重量 有份量會保暖的披肩 好不好 記得按讚留言分享 再來呢 妞妞要推出一款 我個人呢 私心瘋買了三個顏色的毛衣 到底是什麼 這個啊 在其他賣場你看不到的喔 絕對看不到的喔 它很特別喔 你們會發現秋冬沒有人出這種毛衣喔 可愛嗎 它呢 這一件我拿給你們看喔 它是很保暖的毛衣 厚重的毛衣 而且很厚 大家看到厚度了沒有 不要想說 這毛衣怎麼單價比較高 還是怎麼樣的 跟大家講喔 這一款非常保暖 它是磨長毛的喔 是真的是毛衣喔 是毛衣 好 它的顏色都很可愛 它有點微微的卡在褲頭 如果你覺得很短 請你搭一個背心 如果你覺得不短 就像妞妞一樣這樣子微短就好了 再來呢 除了顏色好看之外 來看看後背 你知道後背發生了什麼事嗎 小後背有個小巧思 好 那如果你們覺得妞妞 我不敢啦 穿個細肩帶背心在裡面就好了喔 非常非常好看 這個 我們公司賣超好的 但是這一款 就沒辦法再拉衣子裡 它就是要讓大家就是圓領 就是圓領 然後微露小肚 它穿起來非常保暖 我現在已經整身都熱起來 然後給大家看它的厚度 跟毛料 我跟你講 這鏡頭非常清楚 這騙不了人的 這個拿起來是非常的有重量的 然後是保暖的 毛毛長毛毛衣 穿了會刺嗎 婷婷 呃 刺不刺我覺得是看個人耶 像妞妞裡面只有穿內衣 我不覺得刺 但是也有粉絲買回去覺得會刺 那就是看你平常的肌膚對於毛衣會不會刺 會不會過敏喔 那妞妞就是分享我自己的經驗啦 我不太怕刺喔 趕快唷 好我今天配的就是 就是我們家的短靴 韓組的 好然後呢 我要再換另外兩色給你們看 更厲害的顏色 這我私信複買了三個色 你們知道嗎 來 第二個顏色呢 為什麼要買三個色 黃色我們可以配 披肩啊 之後呢 如果有毛毛的東西 你看 直接這樣穿下去就好啦 有沒有很簡單 剛剛那個毛毛披肩 你們不要覺得很難 冬天怎麼會出現黃色 真的太好看了 你看 就是簡單 只要你有這個披肩 任何什麼衣服 什麼類型 通通可以用喔 很可愛吧 大黃色 而且它的黃不是螢光黃喔 所以不用擔心說 它會不會很突兀喔 好再來呢 欸今天真的太多了 有沒有發現我講好快 再來呢 就是一個 一個不買不行的顏色 這個是有點偏紫色 有點偏紫色 嗯 在妞妞的賣場中 我還沒有出現過這種顏色 從來沒有 你們在我的賣場 從來沒有看過紫色對不對 因為其實我個人不愛紫色 但是這個葡萄色 我實在太愛了 所以 當初看到它 我就說我要我要 好 沒辦法 這個葡萄紫太美了 配上黑靴太好看 這個背後其實它不會很開啦 就是走路 自然走路 它是不會打開 除非你像我這樣故意拉 但是自然走路的話 它是完全不會開 沒有人發現你的 好不好 有沒有這個紫 Purple是不是 很漂亮 膚色很白 而且它 我要再次強調 它很薄暖 你收到它是有厚度的 不是薄的 所以這個呢 非常暖和喔 真的是暖和的衣服 我現在已經冒汗了 好不好 好喔 那接下來 我忘記介紹我身上的褲子 我身上褲子也是今天的新品喔 然後它其實就是一件 蠻簡單的黑色刷色的牛仔褲喔 有彈力 但是我告訴大家 妞妞是穿M號的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這款可能是版型有偏小一點點 我覺得我穿M號比較舒服 所以我就請小編幫我拿M號了 所以如果你們也喜歡這個 平常穿S馬的 建議帶M號喔 M號帶L號 L號可能就沒辦法買囉 好喔 褲子非常非常彈 而且我剛從頭到尾都搭這一件 然後再配上我們家的軍靴 就絕配啊 而且又瘦 有沒有 然後它其實就是很簡單 冬天沒有幫大家做割破 就是刷 刷色而已 非常非常好看喔 裡面其實搭那種 我們家的那個150系件帶小背心就好啦 好喔 接下來呢 我要再穿 我要開始穿洋裝了 我要開始穿洋裝了 我要等我一下 因為我要整套脫 大家趕快按讚留言分享 在這一個時間點 趕快喔 好 我要繼續穿洋裝了 今天呢 有幾款厲害的洋裝要推薦給大家 就是呢 首先我要先穿這一件 這一件呢 它算是 這個也是我自己獨家自訂的面料 然後它非常非常的可愛喔 這個一上架瘋狂私訊耶 最近是不是大家有很多 很多很多什麼 啊 這次 大家是不是有很多什麼局啊 最近很像很多在找洋裝耶 來 可不可愛 它是 你看它是這種厚料的 附一個綁帶給大家 你不想綁就是這樣子 像妞妞穿一個小短靴一樣 滿可愛的對不對 有沒有 有沒有 很可愛喔 平常穿在XS S號可以 來 這爪 拉 它就可以自己縮成 小短洋了 這件賣得很好喔 因為它是厚料的 毛泥的 就是毛泥的樣子 然後如果你剛剛有買圍巾的話 不管你買什麼顏色 我們賣長Model色 也有搭紅色的圍巾 就這樣子 有沒有非常好看 隨便自己搭 這批肩很好用啦 洋裝休閒牛仔 通通都可以駕馭喔 好 就批給大家看一下 好 這個洋裝呢 它有兩個顏色 一個是深灰 一個是淺灰喔 好 來 深灰呢 非常好看喔 很瘦對不對 而且長度不用穿褲子喔 因為裡面完全沒有穿 你可以穿長的靴子 軍靴及西靴 而且再來 首部的特色是 小小的縮口 那不用擔心它沒有很緊喔 我沒有特別放鬆了一點 網路都上了 剛剛9點就上了 現在非常非常的 非常非常多人在搶購 誰看起來更瘦了 來 這個真的穿起來很瘦 每個人都會啦 不是只有我 因為它是布料的關係喔 好 然後手續我還幫大家做這種提花 非常非常漂亮 這種洋裝在外面 基本上已經買不到了 然後呢 這邊都花邊 有沒有看到 它是一朵一朵的 你的鎖骨跟你的項鍊 都看得非常非常的明顯喔 這個非常適合去約會 或是一些家人的局 那後背呢 你看一下它背的蕾絲有多漂亮 那每個人 剛剛有講每個人都可以嫁 因為它可以拉掉 它可以拉掉的 有些人就是喜歡穿寬鬆 就不要綁起來囉 記得一定要按讚留言分享喔 好 再來喔 再來呢 剛剛我穿的這個 還有一個顏色 叫做淺灰色 來給你們看一下淺灰色 兩色你們自己去感覺一下 你們到底喜歡什麼顏色喔 兩色我覺得都非常非常的好看 感覺不太一樣 他們雖然都是偏灰色 可是兩色給人的感覺不太一樣 淺灰色比較清新一點點 你們喜歡什麼顏色 兩色很難選喔 因為感覺完全不一樣 這個是淺灰 快到抽獎日了 對沒錯 15號了 來喔 你看 好不好看 你看灰色其實它的布料更明顯了 就是斜紋布 很好看吧 這顏色穿起來更好看是不是 都很美啦 而且都很好搭配 不用擔心 你看蹄花很多女生說 我不會穿蹄花 蹄花好女人 沒有阿 我也是搭小短軍靴阿 就非常非常的好看 趕快再留言分享 我們今天送的是 高檔的格紋披肩 感覺很透 它不會透阿 因為它是格紋的布耶 是因為我這邊有燈吧 然後如果你覺得很透的話 第一個你可以戴深色 不然你就是穿一個小短褲 或是小安全褲在裡面 它非常非常的好看喔 好喔 短靴必滿 期待開獎日 對快到了 請大家盡情期待好嗎 好 然後接下來阿 我現在要穿的這一套商品 請你們一定要去搶購喔 因為呢 它呢 是兩件套 然後 然後然後 穿起來非常非常的瘦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過這件衣服 但是它非常非常的厲害喔 等我一下喔 我馬上要穿給你們看囉 這個呢 它是兩件式的 然後是外套送給大家的 等我一下喔 好 很認真在穿搭 等我喔 等我喔 它是兩件式的 一個是洋裝 然後加上牛仔外套 這件呢 它是有點萊卡的材質 然後裡面呢 等一下我看我拉好美 裡面是黑色是這樣子 送你一件外套 它們兩個是一組的喔 好 那它其實前面看起來蠻簡單的 後面是什麼呢 後面是這樣子 有點小小的切口 好 再來呢 它是有點萊卡材質 嗯 往橫向其實沒有太大的彈性 往直向才有彈性喔 這個我建議穿到M號會最好看 如果你的身材跟牛牛很像 那你必須一定要買 它套下去比較不好套一點 因為它是萊卡材質 畢竟彈度沒有那麼大喔 但是呢 你看一下我穿都還是鬆的 沒有問題 這件超美 這一套啊 一上架詢問度超高 再來呢 這種小版的牛仔 我覺得它其實不太會再出了 對 就是賣成好賣好看的 可能就那一兩款 好 再來呢 它是付給大家 它是小版的牛仔外套 而且它的牛仔藍非常非常好看 這是真的牛仔 正宗牛仔 它沒有任何的彈度喔 套裝 就是這樣一套送給大家 有沒有很方便 只要帶個包包就好 那跟大家講牛仔外套 它就是S嘛 尺寸 所以我剛剛有講 其實這一套比較適合 嬌小一點 S到M號以前的人穿搭 因為它這個外套 其實本身就是比較合身了喔 它就是沒有太多的空間 給M號到L號的人穿 所以我覺得這一套 其實就是有 就是 給一些瘦瘦的 小馬跟牛牛一樣的女生了 好不好 這個組合非常厲害 所以非常非常大推它喔 再給大家看一下 牛仔外套 你看它很特別 它牛仔外套是這樣子 下擺是抽虛的 然後你看它的花紋 是這種雪花的 所以如果你是小girls S嘛的瘦瘦的 我估計它可以穿到48公斤以內 就好了 我覺得比較好看 妹妹的喔 好記得去買喔 因為那個蘇洋有限 那感覺快被搶公了 好 再來呢 再來再來 欸不要離開 因為後面越厲害喔 好 再來呢 記不記得它呢 它也是我們去年有類似款的 但是今年又有不一樣的商品 完了你們又要瘋狂了 我覺得你們看到這一件又要瘋狂了 怎麼辦 我不敢出去了 好 這一件有人記得它嗎 去年有類似的 今年出了新的喔 來 新的是什麼呢 來 我先把它用好 來 這個是毛衣 今年下擺是出流書球球的 好 這個你要綁不綁隨便你 好 綁的話一樣把它拉緊 綁一個蝴蝶結往上翻 它就是一個小短羊 完全不用穿褲子喔 裡面沒穿褲子 第一穿是這樣子 正常一般的女生 就是穿 就是不喜歡拉一字領的 然後它是這種 來看一下 欸這個 又換新手機了 覺得這個好清楚喔 就連我的雀斑衣服材質都好清楚 好 第二穿 第二穿它是可以拉成一字領的喔 然後 非常非常的美 這一件 這一件拉一字領絕美 有沒有 很美 好啦 最近有約會的 有要談戀愛的 你必定買這個 然後如果像 像我妞妞自己也有買 而且我兩色都買 這一次還幫大家出了一個 超級可愛的 粉紅色 你們一定想說 欸妞妞怎麼會進這個顏色 那個粉紅色超可愛 很像草莓粉那種 想五歲喔 對不起啦 干擾到大家睡覺了啦 好啦 對不起對不起 好來 有沒有非常非常好看 好 那它可以加益到什麼尺寸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來來來來 我想S到L都可以了 因為 其實毛衣啊 很好 冬天都沒有分什麼 吃嘛 大家都可以駕馭的 偏厚嗎 算是有 有份量喔 厚的 中厚啦 中厚 就是大家不用擔心 其實妞妞進的衣服 都在季節之上 一點點 就是可能下禮拜冷 你就馬上可以拿出來穿 不會說 啊現在這個好誇張喔 買這個我什麼時候要穿的 下雪的時候穿嗎 趕快換粉是不是 好好好 妞妞馬上來換粉 下擺的流蘇 非常非常的可愛喔 這次就是幫大家說流蘇 好妞妞來穿這個 穿起來會非常非常年輕 而且這一塊毛衣面料 它是有一點QQ材質 所以非常的Q軟喔 來我來穿粉紅色給大家 我自己買了粉紅色 然後我覺得拍照超好看的 真的很美 拍照超美的 唉唷 你們一定難以想像這是什麼粉 很美啊 你們不要覺得粉紅色很恐怖 這件粉紅色超漂亮 有沒有淡淡的粉 可愛嗎 然後它布料非常非常的舒服 很好綁有沒有 輕輕鬆鬆就把蝴蝶結綁好了 然後這邊啊 它還有幫你做這個小耳朵 所以你的綁帶就不會一直亂跑了 有沒有 然後翻領 這個啊 它這塊面料非常挺 所以你領子翻起來其實是很利的喔 然後我們來拉拉看一字領 絕美路線 長什麼樣子 有沒有 粉紅色是不是絕美 有時候秋冬不一定全部都要買 很黑很黑的東西 這個啊 如果搭剛剛的那種披肩 毛毛披肩一披上去 不得了 有沒有 超好看 之後不會再出小版的牛蛋外套囉 有沒有絕美粉紅色 不是我在騙你們 好 把它拉好 然後流蘇球超可愛 對對對對對 好我趕快按讚留言分享 後面還有還有還有 今天太多東西還沒講 等等我等等我 等等我啊 大家千萬不要睡啊 今天睡了你會後悔的 好 再來呢 牛牛現在要介紹一個 大家要先買起來 可能現在你就可以穿得到 或是之後聖誕節可以穿喔 因為牛牛其實已經預定我想要穿這間聖誕Party 雖然還沒有人約我啦 但是可能 我自己跟小朋友啊 跟老公出去吃飯可以穿 好 這個呢 它就是一件 比較偏 好天 很性感喔 你看很漂亮的 有沒有 很漂亮的高領麻花洋裝喔 來來來 它的面料些許的透 可能你們看得到我的大腿喔 但是還好欸 如果你穿上一個安全褲就可以了 我不太建議再穿什麼褲子 因為這樣才會有腰身 再來呢 側邊來看一下 登登登登 如果啦 你敢露很多的人 你就把它弄開一點 如果你不想露那麼多 就像牛牛一樣這樣簡單就好 側邊小心機 非常顯白 這個紅色非常非常厲害 而且有沒有看到它的腰身 可以穿到多大呢 其實它到L號是OK的 但是 L號在穿的時候 這邊要放大一點點 然後它就是包臀的喔 包臀的有沒有非常好看 不用再穿褲子了 因為長度剛好 幫你包臀了 有沒有 我來拿個黑色披肩拿去看看 隨便一次好了 好 很好用的披肩又來了 來 如果你有買 或是家裡有類似的 來就這樣子 隨便一披 你又變了一個人了 有沒有 就是怎麼感覺跟單穿又不一樣 非常好看啦 想看黑色 好 就像你們講的 如果不敢駕馭紅色 它還有黑色 但是很多粉絲你們在私訊問我說 要不要縮小腹 當然要縮啊 你知道牛牛從小縮小腹到長大到現在 我不是 因為我小時候有跳過芭蕾舞 老師就說 你走路的時候就要這樣吸氣 我跟你講真的有用 因為我到現在長大 就變習慣成自然了 所以你們都會覺得我沒有小腹 其實我都是在縮的 有沒有 我都是在縮的 這就是我小時候學習 老師教我的 所以可以讓小朋友去學芭蕾舞 我覺得不錯 好 再來呢 你們想看黑的是不是 欸後面不要錯過喔 我下半身都還沒介紹喔 還有下半身 我盡量講快一點 讓大家還有時間去下單跟休息 好 再來黑色呢 黑色也是絕美 就像牛牛一樣 配一個簡單的 那個耳環 超漂亮 有沒有 美嗎 而且黑色很瘦 這都是有彈度的啦 它就是包臀 然後今天要送的就是 按讚留言分享 是送我們這個披肩 我跟你講披肩就派上用場了 來 有沒有絕美 今天要送這個披肩給大家喔 就是我剛剛一開始是披了休閒 現在呢 你想要披成性感來 這種也非常的適合 對啊 是不是說小腹 你看 剛剛那個球球不用穿短褲了 他就是洋裝的長度 今天要送給大家的披肩 就是這個格紋披肩 他非常非常的保暖實用喔 然後除了送大家灰色呢 還要送給大家這個 卡吉色 我買兩個色都會買了啦 怎麼辦 一直亂買 有沒有 這個卡吉色看起來超高貴的 器具 兩色都美 趕快在留言分享 趕快告訴你的好朋友 好不好 所以我身上這一款呢 我要繼續還沒講完 你看它的漫畫非常漂亮耶 一定要先搶 而且這個阿穿起來 有些人說高領會不會覺得 我脖子變好短 這款你看會嗎 超級好看 披肩保證怎麼披都好看 我不會騙你們的啦 對阿 我真的不會騙你們 都是我的鐵本 每天都來聽我的直播 我怎麼可能騙你們呢 好 接下來我要好好介紹我的下半身了啦 好 今天都還沒介紹下半身呢 怎麼辦 好 再給我一首歌的時間啦 很快喔很快 今天有沒有看到我們上 雞皮短裙跟雞皮褲 我跟大家講一下喔 雞皮短裙喔 他呢 這一次非常非常可愛 我們家其實很少出裙子耶 大家有發現嗎 我們家很少出裙子 這一次呢 有出裙款給大家 希望大家會喜歡喔 好 那裙子呢 跟褲子都沒有分尺寸 原因是什麼呢 我來告訴你們大家好嗎 裙子總共 裙子有三個色 都沒有分尺寸 為什麼呢 因為他的雞皮有彈 等一下 我就拿給你們看 雞皮總共有黑跟駝 都是裙子 這款裙子一定要買 因為他非常非常好看 而且也是雞雞出的第一款粉紅色雞皮裙 我自己就買了粉紅色 再來他呢 為什麼沒有分尺碼呢 因為他雞皮有彈度 好那彈度可以穿到什麼樣的程度呢 第一個他雞皮有彈 但是他腰頭比較沒有彈 所以建議也是到M號就好 這是為小馬毛的一些福利喔 所以如果你是S號M號的粉絲都可以穿喔 他呢 你看我還把衣服塞進去 代表他還有很多空間喔 然後呢 練習給大家好 方便穿脫 有沒有小切口 非常非常的顯瘦喔 你有口袋嗎 沒有口袋喔 他就是裙子喔 好 然後 我再穿另外兩色給大家看 好 雞皮裙呢 基本上 一定要挑什麼顏色 當然是 咖啡色囉 然後 除非你 就是跟肉肉一樣 就是很多咖啡色的東西 就說還好不想要咖啡色 好那你就買別的顏色吧 你就買粉紅色囉 來 有沒有很美 你看 這邊都有彈度 包臀的 而且我穿他有點空間 所以你們大家是OK的 有沒有很美 瘦瘦的女生一定要買 因為其實現在賣場上的裙子蠻少 真的是好看妞妞才會 才會緊 雞皮材質沒錯 沒有L嗎 他就只有單一十寸而已 欸 XS穿S會不會太大 絕對不會 因為我們家其實的衣服版型沒有到很大 好 不管囉 有些人可能沒辦法買 那沒關係 我們介紹給喜歡的粉絲 好不好 都有啦 我都會放大馬的謀福利 小馬的謀福利 所以大家不用擔心 之後啊 也都會一直在出新款好不好 你不要擔心 還沒介紹完 好 還有一個雞皮褲超厲害的 好 再來呢 裙子 黑色的就最瘦了 然後他也是雞皮的 跟大家講這個雞皮材質非常好 非常之好 所以大家可以安心安心買喔 然後切口真的是非常瘦 你看 就是拍照的時候超級小心機的 裡面沒有安全褲喔 好喔 趕快幫我按讚留言分享 我要先來介紹褲裙了 好 這個褲裙呢 他 我看一下他有沒有分尺嗎 來喔 褲裙 我跟你講褲裙幫大家選的是 黑跟灰 黑跟灰 我先來穿灰色好了 這個有分嘛 S號跟M號 但是這個褲裙我先跟大家講 他比較短喔 他是很短的褲裙喔 他是有點小蠟臭的短褲裙 所以如果你不能接受這麼短的人 就不要買喔 他是 他是偏短的喔 褲裙非常好看 有沒有 雞皮褲裙 可是他偏短喔 因為他整個是在屁股線下面喔 所以你是小蠟臭的話可以買 如果你是覺得 太短的褲子你不敢穿的話 我就不建議囉 今天是滿滿新品 這個褲子是S到M號而已 所以我估計大概在50出頭 51 52吧 因為牛牛46公斤穿S號 其實已經滿硬的 這版型其實我覺得有一點點偏小 一點點而已啦 沒有到偏小 但是很短 但是真的很短 因為不小心會有小小的屁股 粉色搭咖啡色上一搭的起來嗎 要看哪一種粉跟哪一種咖欸 但是一般 比較會粉色會搭比較淺的衣服 顏色在上面 這件超美的 我自己有戴啦 是因為我之後我覺得我會穿絲襪 所以我覺得OK 但你不穿絲襪真的是 我覺得是有一點短 如果以我自己覺得的話 然後這個灰色超級好看的 真的 大家一定要 如果有喜歡 一定要趕快去賣場下單 好 那我來穿黑色囉 黑色就是超瘦的 瘦瘦瘦瘦 好來喔 今天耽誤大家不要多時間喔 因為 今天款真的是比較多一點點 好 來喔 黑色就是 也是一個小蠟瘦的概念 黑色就很瘦啦 黑色就很瘦啦 然後短當然一樣啊 就是 我覺得蠻短的啊 就是我側面就有點小小的 屁股蛋 其實就像那個 牛仔褲這樣的感覺啦 小小屁股蛋 有沒有 好喔 不會不會 不用卸不用卸 我應該的應該的 我是真的實在介紹 因為其實我知道 要退貨什麼 你麻煩 我也很麻煩 呵呵 所以其實牛牛從以前到直播到現在 我都是 其實我蠻真實的 我覺得不好的東西 或是會祈求 或是會癢 或是怎麼樣 我都會直接說 非常謝謝你們 就是一直來聽我的直播 黑色很顯瘦 但是它很短 好啦我們今天在留言有送這個隔紋皮肩 希望你們可以中獎喔 好不好 那牛牛不耽誤大家時間啊 剩10分鐘 可能很多公司要開始上班了 那牛牛就留時間 讓大家去逛網頁 趕快入合一些東西好不好 準備一下冬天要穿的 今天上了非常多款給大家 尤其是一些皮肩跟毛衣 一定要去買的 拜託等一下趕快去囉 那我們今天的直播就到這邊囉 掰掰